5个月过去,遭遇人事震痛,业绩困境的加多宝危机还未解除。 除了业绩被曝光之外,最近加多宝出现大面积缺货现象。 在全国许多超市,冰巴市场已经难逆其踪,有供应商甚至抱怨压不到货。 见面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刘同渠道的表现,与加多宝后方工厂关停有关。 9月13日,见面新闻来到加多宝位于广东清院市福岗县的加多宝草本植物科技有限公司,下趁加多宝清院草本厂。 该厂建成于2011年,专界负责生产有加多宝核心竞争力,之称的浓缩制,并接受重量集团和奥瑞金的入股,是加多宝集团的核心原料工厂。 但实地探榜显示,与周边工厂门口醒目的招工启示相比,加多宝清院草本厂的招工蓝空空如也,在下班时间,该厂也少引人出入,与周边工厂熙熙喽喽的放工人群形成醒目对比。 其工厂宣化的大幅加多宝广告天话褪色严重,似乎一很久没有打理。 工厂内有位听到机器轰鸣声,加多宝草本清院厂的阿宝人员称,该厂目前正在放假。 只有少数工作人员驻守,并表示现在工厂的效益并不好,而工厂周围商户的人也证实,该厂已经有一段时间少有员工经过了,甚至连工厂对面的商店中也只有网络机产品在售卖。 这或是与忠良、奥瑞金对加多宝的控诉有关。 去年10月,忠良集团旗下的忠良包装,以20亿元的代价,获得了清远加多宝30.58%的股权。 而清远加多宝掌握着加多宝的核心科技、浓缩业技术,但由于加多宝未及时按赠资协议履行其应向清远加多宝草本注入商标,作为实物注资的承诺。 今年7月,忠良包装向加多宝新院操本厂,提出仲裁申请,并在2018年二季度终取了对加多宝集团的两片罐工艺。 今年3月开始,我们一个加多宝的罐都不做了。 忠良包装董事长张鑫在今年的中期业绩会议上说,同样在7月,奥瑞金业也发出公告,表示加多宝文案期旅行债转股事项。 但这个月,奥瑞金表示与加多宝的相关事项,在积极沟通中,在逐步恢复业务合作,加多宝则回应在8月,忠良已逐步恢复对其的正常公关。 不过从目前加多宝清源淘粉厂的情况看,生产上的恢复似乎并没有那么快,加多宝的其他工厂也不那么顺利。 在加多宝与清源开设的另一个工厂,清源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前,以下简抽加多宝清源厂。 清源公先见面新闻,表示该工厂的效益从上半年就开始下滑,出现产能获胜的情况。 工作人员也从巅峰期的一千多人少了很多。 为了开人截流,现在是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把四个人的工资,一名负责设备检修的原工厂,并表示工厂一度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 不过该原工厂,目前加多宝集团关停了部分工厂,将生产任务转移到了加多宝清源厂。 现在工厂的生产任务比较充足,工人们有夜间生产要求,从现场情况看,工厂门口也不失,有大型货车出入,比起工厘万的清源槽本厂热闹不少。 一名成都经销商也向界面新闻表示,其直接对街自家多宝四川内将资粮工厂已经不生产,近一个月都没有发货,原因也是原材料缺乏。 而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加多宝位于东莞、杭州的生产基地已已停产,加多宝新任总裁李春林曾于6月15日趁我们放占45天,做到优良茶的地方,必须有加多宝,有加多宝的地方必须有红冠与金冠,但在流通和销售端,却是全国各地经销商此起彼伏的缺货现象。 界面新闻向湖南长沙、四川成都、北京、上海、雪州、安徽桥湖等的多多个经销商询问得知,加多宝的产品难以拿货,一些经销商已经不能承诺给客户发货。 询问能否以同类产品,网老机或者其他替代,界面新闻走访北京的一些流通渠道发现,在部分永辉超市,全是便利店。 加多宝已经处于缺货状态,仅有少部分超市,可以看到加多宝的产品。 一位永辉生活店员告诉界面新闻,加多宝最近比较难订到货。 自从9月13日开始,北京永辉很多门店就买不到加多宝了。 上述四川经销商则告诉界面新闻,加多宝近期正在清理市场,之前和王老吉不断打价格战,利润下滑得太厉害,一箱才能赚一到两元。 经销商不赚钱,自然就不做了,加多宝确实不赚钱了。 该公司业绩以外,地在一半上市公司的公告中被曝光。 该份业绩也让市场大跌眼镜。 8月27日,中红股贩SZ000979发布了关于签署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的公告。 加多宝是这份托管协议里的禀报之一。 该份合同同时披露了加多宝过去三年的业绩。 合同内容显示,加多宝2015年到2017年,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00.4亿元,106.3亿元和70.02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89亿元,14.8亿元和-5.82亿元。 2017年,加多宝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大幅消滑。 致演于此前加多宝对外披露的数百亿元,甚至200亿元相距甚远。 尽管该份业绩的真实性被加多宝否认。 但为加多宝在今年年初的人事动盗,从策列印证的上述业绩困局。 2018年3月,加多宝经历了一次高层人事动荡。 当时,加多宝高调宣布解除王强,学见些在公司内部的一切职务。 王强此前在加多宝集团任总裁一职,学见些任副总经理。 这次人事变动背后的原因被戒毒,为与加多宝业绩连年下滑有关。 而与王老齐不间断的红挂包装之争也让加多宝元气大伤。 随后,极度缺钱的加多宝还被爆出,年终奖靠经销商打款垫付。 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刷约中粮包装,奥瑞金等代工公司而导致产品陷入断工状态。 加多宝这一步走得似乎一场艰难。 在加多宝集团发布的2018年到2020年终极发展规划中,其将上市计划成为二次创业。 同时对经营思路、经营架构、管理体系等进行重大调整。 这些规划也已经渗透给了经销商。 据上数次穿经销商透露,加多宝下一步动作,可能是重新整改经销商。 让经销商承担更多角色,比如下放给经销商更多权利,让经销商包销产品,以及负责以部分产品宣传的工作。 另一个摆在加多宝面前的挑战,还有一笔四亿元的巨额赔偿。 今年7月,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广耀集团于近日收到广东高院关于王老吉,商标法律纠纷案件的一审明式判决书。 根据判决结果,加多宝集团相关六家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几十日内,需赔偿广耀集团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十四、四十亿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